作词 茗露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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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茗露 那一夜花儿开的摇绕 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 温天雾云月儿笑 花园相望人寂寥 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 寒雨过夜未了 天出现一丝光亮 不滴宵盛起 山河岁月最人浪 一强山晴 无一光 这一世风雪暮涂摇 相濡一抹是骄傲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 轻微了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 轻微了 听见话多记得我 的态度 敬仰的父老乡亲们 我们妇女二人初来乍到 有道是脚踏跪地 掩望生人 长城高万丈 全靠朋友帮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请您回家取钱 也捧个钱场 在下这有礼了 谢谢 看来京阳的父老乡亲们 是见多识广啊 我今天卓老四 要是不露点绝活 怕是扯不开这场子 黑暗 再下这套功夫 乃是传自少林 创自武当 曾经打败两江无敌手 也在武林大会上 鸡押春雄 别再吹牛了 这咋子 我说 这爷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钢刀 这也是货真价实的肉身 你凭啥说在下吹牛呢 刀是不假 肉也不假 可是握刀的是你的女儿 她到底使了多大的力气 我们可不知道 你可别胡说啊 刚才大伙可都看见了 我可是使了全身的力气 就你那样 还全身力气 就你这样 这叫功夫 这位爷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功夫 以我说啊 就让我 砍上你两刀 如果还是这般安然无恙 我就佩服你 功夫了他 对 对 好 你爱看就看 不爱看就滚蛋 果然是吹牛 不等等 大家一个都别干了 散了 站住 来 不是 你来 等一下 就要砍 你来啊 你不是不相信我女儿吗 你不是要自己砍吗 来啊 我可告诉你 我这一到下去坑进见血 说不定 还会没命 爹 使不得 见血没命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来啊 来啊 你不来的你是孙子 砍哪 话都说出来了 看你的 爹 下来了啊 大伙可都看见了 这是他自己 让我砍的 是死是杀 跟我可没关系 爹 爹 咱走吧 没事 我今天 周老四 非得让大伙儿见识见识 我们周家的独门绝技 爹 爹 爹 别走 站住 你这个人 砍了人了 砍了笑话了 赏钱都不给 太不人意了吧你 是他自己让我砍的 不关我事 给你赏钱 我可不关呀 爹 爹 去去去去 太不人意了你啊 我给你 爹 爹 太可怜了 爹 太可怜了这个 太可怜了 爹 太可怜了 爹 爹 你死了我怎么办呀 爹 爹 你醒醒啊 爹 爹 爹 唉 爹 爹 爹 晃 선 鱼 客人 各位老少爷们 剛才是我父女兩個 跟大家开个玩笑 逗个乐子多多包嗨 爹 看啥 爹 看茶 少不了你的 来着 要不了这么多 你不是爱吃净高吗 想吃多少买多少 得了 四哥 今儿哪儿喝酒去 红远楼 红远楼 这些 留原外加的不好没有 九十七了 快点啊 好 这才不是接着接着 这些坊儿别碰着 这些新的打开商户 接着不好了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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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您的辣椒 香菜 黄蒜 我和您自己掰啊 来 来 来 警告 来 警告嘞 警告 姑娘 来一块 别 别下手 来 给我拿块大的 来 小子吧 约约来 抓人了 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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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了 这么两次你还给我上走 你找死啊 这么快一条路 你怎么走路的你啊 多危险啊 你出门没戴眼睛啊你 少爷 您没事吧 精神大 爸 来 别骂了 您伤到哪儿了 腿 腿 好像是断了 快去叫大夫 不必劳烦了 你给我点银子 我自己去看大夫就行了 还是让大夫来看看 比较妥当啊 你这个人撞了我 怎么不给银子啊 你们大家伙给平平理啊 你别乱说啊 我们稍微没收不给钱啊 你先把锁松开 有马车了不起啊 有马车就可以降势其人啊 今儿撞了我 不给银子休养头 你这儿 别演了 起来吧 我就是腿都瘸了 我怎么起来啊 你怎么起来啊 是不是 好 你行 行不行 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 要进那四个家里 我去银子了 你去银子了 你干什么啊 腿断了还能跑这么快 你要去银子了 先生解围 这种手法 我在京城可见得多了 其实 我也知道他是有意讹诈 不过他这般颇贫无赖 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好了 好了 没事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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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天神 请问先生 尊姓大名 我会有一个人 区区小事 不做挂志 走吧 先生 先生 你有看见我哥吗 你哥 他穿一身土布衣裳 脸上还有一脸麻子 那个就是你哥 你们看到他了 他刚才 我们上边呢 回来 算了 怎么会这样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他额了你们多少钱 我赔给你们 我现在只有这个祖穿的玉佩 还值十两银子 也不知道够不够 你拿去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哥没有得逞 你不用赔钱给我 那就好 先生 你千万别怪我哥 其实 他已经两年没干的营生了 这次 这次若不是我爹死了 我娘病重 小弟弟饿了三天三夜 他也不会这样 我爹死了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 家里汗了两年 没有收场 我们是逃荒来的 姑娘 你哥往那个方向走了 要不你过去问一问 谢谢先生 先生 要不 要不你把这玉佩买下吧 我只要十两银子 不用 我不需要 五两 三两 大夫说了 我是见不到银子的 就不给我娘看病 行 姑娘 你先别哭了 来 这样吧 来 姑娘 我给你五两银子吧 谢谢先生 这鱼配给你 不用了 这是你家祖传之物 你好好留着吧 谢谢先生 姑娘 请留步 明帖 明帖 这是我的明帖 以后 如果你们家再有困难 尽管来找我 但是叫你哥 别再干那个银生了 谢谢先生 找 少爷 那姑娘看着倒挺诚实 可惜参上那么一个哥哥 都不容易 别 你收拾东西干嘛 明天我们得走啊 走 走 不是说入秋才走吗 我给你找了个人去 你又没钱了 你不是还有几十两银子吗 今天一时没忍住啊 去王大佐那儿玩两把 全输了 还欠了王大佐的十五两银子呢 你又把我给卖了 这次比上次多卖了无量 这回把我卖给谁了 没细问 反正啊 你待几天哪 抽空子就跑 我在城外的三里店等你 然后咱们赴你俩去大草原 逍遥快活去 我还以为在静亚能多待两月 迟早都得走 多俩月少俩月 也差不了太多 爹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不跑路 能够停下来 停下 你是水命 我也是水命 我们停不下来 你又不知道我是哪年生的 凭什么说我是水命 通至八年发大水 我从水里捞出一个木盆来 里边装着你 你还说你不是水命 我又成水里捞的了 你上次 还说是在狼窝里捡的我呢 我说过吗 你上上次 还说 我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是精命 我什么时候说的 怎么记不起来了呢 爹 您什么时候能跟我说句真话 能够不骗我 你爹跟你说的 句句都是真话 半个月前 新开张 老爷让我去送到贺鸟 今天他特地来回拜 这龙申河是做什么买卖的 不知道 开张半个月都没做买卖 是 行 我先见见他再说吧 来 杜先生 这是我们邵宗家吴辟 原来是你 昨日之事 多谢杜先生 原来是吴少爷 昨日之事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请上座 谢谢 请 请 杜先生 好像是来自京城 其实我是京阳认识 后来长到八岁 我才离开京阳去了京城 因为一些机缘小河 我进了敦清王府 一直跟着贝勒爷 所以这龙申河 其实是贝勒爷的产业 我不过是代为看顾罢了 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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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杜先生是贝勒爷的手下 不敢 不敢 我只不过是个跑腿的 贝勒爷掌管内务府的一些工程 不知吴少爷可有兴趣承接 只要是生意 我都有兴趣 那就太好了 其他方面不敢说 但有一点朝廷动向 我们可是比谁都清楚 那太好了 做生意的最要紧的 就是消息灵通 不知您可有耳闻 什么案子 最近朝廷在密查 胡雪岩 是吗 据说当年左大人带兵 想 靠胡雪岩 粮 靠吴未闻 这就是沈家 麻烦您通报一声 你让二少爷出来见我 二少爷是不会出来见你的 那你让我进去 结婚姑娘 无论如何 你今天是进不了这门的 你让开 人带来了吗 都在这儿呢 进来吧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要是让二少爷知道 看他怎么收拾你 你让开 你让不让开啊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你以为你能拦得了我吗 杉姑娘 你这样闹下去有意思了 因为闹下去 就能进不了这门 是二少爷亲口答应我 他要娶我的 就算是二少爷答应你了 还有老爷夫人哪 就算是老爷夫人 也没什么意见 咱们家老太太 那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你是谁啊 你说了 算吗 那您意思 老妈妈 沈家可真大呀 那是呀 我们沈家 在京阳 虽然排票第一 那是稳排第二的大会人家呀 都来了 都在这儿呢 来 给你 辛苦了啊 这个老夫人房里呢 却一个装水烟的 夫人房里要一个管账的 二少爷房里短一个丫头 说起二少爷 我刚才在大门口 看到那个青红公样 都还没走 大少爷已经去撵他了 听他说 二少爷是许了他的 咱们这个二少爷啊 他也不长进了 对了 你们三个啊 我会算账 我会点水烟 行 我知道了 那 你 上二少爷房里去吧 行 怎么样 外外没事了吧 你能正经点吗 都走了吧 银子也使了 本话也说了 能不走吗 那我去放心了 谢谢大哥 从今往后你必须断了 跟那个千红的来往 我压个人也没想过 跟他来往啊 那人家一大早 跑到咱们家门口来闹什么呀 我花了一千两天 他唱唱曲子 谁知道他就要一心跟我了 那我有什么办 什么曲子要一千两一首啊 就是普通的小曲啊 我 只是当是马洪才呢 出道爸爸量了 那我不能调这个价啊 我告诉你啊 你肯定是被马洪才 跟那个女人联手给坑了 不会的 怎么不会 上次爹抢了马家的订单 那马家老爷子 一直怀恨在心 言之这一次 不是他支持马洪才干的 马洪才平时跟我关系挺好的 现在全京阳谁不知道咱们沈家二少爷 马上就要娶一位西子进门了 大家都在看咱们的笑话 你还觉得他对你不错啊 每次都弄这些破事 让我帮你擦屁股 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长点心呢 往后啊 这端茶送水扫院子 洗衣托地擦桌子 还有讨腿送信这些 就都归你干了 记住了吗 这么多话 哪这么多话呀 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来了这儿 一切都得听我的安排 明白了吗 我的茶呢 来了 珊瑚 快点 我的茶呢 等会儿 怎么了这又是 刚才大少爷过来 把二少爷骂了一通 里面呀气正不顺了 因为什么 还不是前后那苦跳 人哪 来了 来 我来吧 拿我的茶来 我去 我去 刚才我说什么了 我去 刚才我说什么了 那烫死我啊 那烫死我啊 也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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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没事吧二少爷 二少爷来 来 走 来 快点 李吉人可踹我 是你 撞在了我的脚上 我脚还疼呢 拿我鞭子来 拿我鞭子来 二少爷 我鞭子呢 老爷叫你 让你现在就去监听 你等着 我回来仇死你 你怎么回事 你真踹了啊 二少爷 胸口上一脚 你也敢踹呀你 你 你完了你 怎么着 他还能要我的命不成 这 要你的命肯定要不了呀 那怎么说 都得弄好打 挨打也不怕 最好啊 能把我撵出去 他找你去详谈 是 爹 你有何看法 声音来得太容易了 声音来得太容易了 只是谈谈 应该无碍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信度口中的贝勒爷 应该就是敦秦王的赤子 那首云内务府的功臣 应该不是子虚无有 只不过 爹 您可是顾虑 与官府牵扯太多 得不偿失 此为其一啊 那其二呢 这左大人啊 这左大人啊 跟贝勒爷本来就有过节 这姓杜的呢 也知道我们跟左大人的关系 还刻意来示好 你说 他意图何在啊 有意拉拢 不知有意拉拢啊 恐怕还有更大的意图 如果内务府的工程 是个肥差 我们接 左大人心中 毕生猜忌 不接 又直接给贝勒爷没脸 这里外都得罪人 所以 这件事啊 谈都别谈 避而远之吧 我还没进京阳城 就听说春风十里的 千红姑娘 来这儿讨风流寨 到底怎么回事 爹 已经没事了 人我已经打发走了 打发走了 花了多少银子 五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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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我当年从何套 背一趟货回来 才挣二十两 你们倒好 为了一个女人 一出手就是五百两 爹 这次二弟 也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上了谁的当 估计跟马家有关系 如果他不去春风十里 那种龌龊的地方 人家会拿当给他杀 爹 二弟是糊涂了点 我已经教训过他了 他也认了错 您这回 就饶了他吧 我饶了他多少回了 结果饶成他现在这个样子 这次绝对不能再饶他 爹 我真的知道错了 爹 我也有错 要罚 您就先罚我吧 拿家罚来 老爷 这你要是被撵出去了 你吃什么呀 你喝什么呀 真是的 我去找我爹呀 找你爹 你爹既然已经把你卖这儿了 那肯定是活不下去了嘛 你还去找他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对啊 回去还不是饿死 小心 小心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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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停点 别停 别停 慢点 放死我了 慢点 你快点 快点慢点 这没有人来 大少爷老了 那老爷好一点大 看你们老爷也欠打 行儿屋里的人呢 现在 就你们三个 是 你们听好了 好好照看二少爷 一刻也不能离人 要缺什么务事 直接跟我回 二少爷伤好了 你们都有赏 要是有什么差池 我先剥了你们的皮 是 是 老夫人 喂 三更了 赶紧守夜了 三更了 赶紧守夜了 你快点啊 你快点啊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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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苦你这个王八蛋 你给我用的什么药啊 你连效果都没有 等我伤好了 我一定找人砸了你的医管 疼死我了 你忍忍吧你 我忍不了 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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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 你说什么 你是来伺候我的 我不睡你 sleep的睡吗 疼死我了 谁好心给我一刀吧 我不想再受苦了 你要去哪儿呢 拿着 拿着头 封尾 你在干什么 磨刀 你干吗 杀人 反了吧你 敢杀我 这下手也太狠了 别动 蛮清凉的 还舒服 你往左边点 聋了 我让你往左边点 左边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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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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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儿啊 到底哪儿啊 少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了 还骂不骂我耳聋呢 我不骂了 躺好 别动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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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在些 入山 摩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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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子开会 心灵痛 老板 吴平派人带了个话 说近日要到处巡查 改日再来登门拜访 小妈子走了 让我前两天让她走吧 吴平还送来个礼物 说是朋友送了今天的新茶 请你找我 去尝尝馅儿 慢点 啥 武夷大红袍 福建长 是啊 你知道现在谁在福建吗 谁啊 左大人 吴平在暗示我们 他们家跟左大人仍旧关系密切 不能跟我们合作了 那咱们如何应对啊 既然吴家冬月不失实物 那咱们 总得礼尚往来 二同固 青蟬炮 三同固 道去敲 这奥阁陕西话 这叫凯正 这叫凯正 正四团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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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满天轻辉 再从容看一遍 温若雨水 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 岁月有恨 都在心扉 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交流于上单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满天轻辉 再从容看一遍 温若雨水 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 岁月有恨 都在心扉 心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交流于上单 我不能交流于上单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